第三三体,氮和氢在高温高压及适当的催化剂下会化合成氨,平衡反应是为N2加3H2生乘2NH3,若要合成34克的氨,需要Xmol的氮和Ymol的氢完全反应,则XY因分别为何。 那我们知道给了均衡的化学反应方程式,上面有均衡系数,均衡系数代表的就是木耳数,我们晓得木耳关系,而给的条件是34公克的氨,所以要把我们的质量换成木耳,那么质量换成木耳的公式叫做木耳,就等于质量以公克为单位,要除以我们的原质量或者是分质量,我们现在有34克的氨,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氨的分质量,分质量就是原质量相加,我们的是NH3,氮的原质量是14,氢的原质量是1,我们有三个氢,所以我们就是14加上3等于17,所以呢34要除以17就是两莫,那两莫,那我们现在这边呢,我们有所谓的两莫的氨,那么根据我们的方程式就知道,要产生两莫的氨, 这里就需要三莫的氢,要一莫的氮,所以我们的氮就是一莫,X就等于1,我们的氢就是三莫,Y就会等于3,所以第三三题问我们说, 这XY因分别为何,我们答案选的是A,X等于1,Y等于3。